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指揮中心要宣布有新增 兩例的境外移入的 五萬肺炎的一個病例 那這兩位是一夫妻 都是從孟加拉入境 那一位是50多歲的男性 那另外是40多歲的女性 他們分別在今年1月下旬跟3月上旬 到孟加拉工作 那6月12號就是從孟加拉轉到馬來西亞 再從馬來西亞回到這個台灣 那這個案444是他的先生 他們在工作的期間 在5月23號出現症狀 那他的太太是在5月25號出現症狀 那先生在25號確診住院 太太是28號確診住院 那這之後他的先生在5月26號就沒有症狀 那分別在28號6月2號有採檢陰性 那太太她則是在6月2號採檢陰性 那因為醫院裡面病人太多 所以她也被迫離院 那他們出院之後都在家沒有外出 所以他們6月13號回到台灣的時候沒有症狀 但是有主動跟我們的防疫人員告知 他們兩個都有在孟加拉這邊有確診住院 所以當時就是由這個機場採檢後送到我們的檢疫所隔離 那昨天是這個先生先一採陽性 那今天其實太太第二採的時候也變陽性 所以兩個都在今天確診 那不過因為按這兩個案例 他們因為知道有感染 曾經確診過 所以他們回來的時候都穿全身防護衣 戴口罩 所以有做適當的防護 那針對他們入境 就是他們的有11位的這個機組員 因為都也有適當防護 所以他們都是列為自我健康管理 另外其他還有26位前後兩排的乘客 那也因為這兩位個案都有做適當防護 所以也並沒有把它列為需要居家隔離 所以它維持原來居家檢疫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大概就是目前的一個狀況 我們大家沒有什麼問題 他的先生是有符合啦 就是至少有兩次的陰性 那太太她是有一次的陰性 但是後續就是因為醫院的 醫院的這個病例太多 所以他就被被被被迫離院 那這我們當然還會再跟再繼續查明 不過他們 應該說他們回來的時候都有做這個防護衣 那也有穿這個有穿防護衣跟那個戴口罩 那這個部分他們是有做相當好的保護 其他乘客的一個部分 三就是這兩天都有新的病例 那我們會針對這個狀況 會再特別瞭解他們疫情的狀況 那到目前為止 其實只要維持這個居家檢疫14天 那都不會針對我們的這個 針對這個北京這邊會有 會有其他的一個處理方式 好 謝謝 謝謝